可以打满分吗 你要打多少分 我自认为我可以打满分 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分钟都在兢兢业的工作 然后都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病人 画面中笑声爽朗的人是中国志工党党员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护士玉银燕 不久前他的一张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照片中的玉银燕眉头紧簇双目凝视 睫毛上挂着汗珠 蒸发的汗水已经在防护面罩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水雾 他也因此被网友称为最美面罩姐姐 近日玉银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时他正穿着密布透风的防护服紧张工作 被拍下照片时也毫无察觉 那个照片那个也是别人在无意中拍下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病人真的非常多 一天几百人 然后我们发热门诊 那个门诊也比较拥挤嘛 然后要跟病人做治疗啊 采样啊抽血啊 很忙 然后所以那个汗呢什么是低的 登记信息 排查分诊 采样送检 配药输液 玉银燕说 疫情发生后 自己的工作节奏就像按下了快进键 我当时记得我上夜班我就我们两个护士一个医生 那医生看到一走廊的病人呢特别多 我们两个人要要这里做预检分诊 还要跟病人抽血采那个标本 还要跟病人打针治疗 我们还抢救了三个病人 还转整了一个 你想这个夜班是怎么过的 就像一个战场一样 那真的是一分一秒钟都没有停 那完全是 最网路时 十几名发热门诊医护人员 每天要接诊八百多个病人 高强度的工作也曾让玉银燕病倒 但在快速接受治疗后 他马上重返岗位 发烧当时我的眼睛就痛了几天 从眼睛开始痛了三天三夜 当时也没想到自己 没想到自己是不是得这个呀 然后反正就睁倒完了 眼睛肿瞎了些了 就又过来上班了 觉得发热门诊才是真正的战场 冲着最前面的 真是枪林弹雨 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这种枪子弹你是看不见的 但是你说怕的 肯定怕呀 但是你要是走到病人中间去 你就不怕了 真的 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压力 玉银燕坦言 除了正确的防护 保持良好心态同样重要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经常为身边的朋友支招 帮助他们缓解焦虑 我一直都是比较喜欢笑 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朋友 他的爱人也得了这个病 他也住院治疗了 然后他回家 他就觉得担心 这担心那 我说你不要担心 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房子 你每天强迫自己大笑几次 然后看一些搞笑电视啊 大笑几次 我说这比什么药都好一些 两个多月里 玉银燕就是这样 带着笑容 建守在战役一线 他告诉记者 疫情形势正在逐步好转 他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一切终将过去 春天即将到来 我们现在就主要接诊的这些病人 可能80% 90%不是新冠的 我们查了核三 每天可以看 大部分人都是阴性的 觉得每天看到这个数字 哎呀 夏浅觉得心里很高兴 真的我觉得这一次 我有时候看到 我觉得武汉人真的 牺牲太大了 也是心里上面 也是非常大的压力的 那一切都快过去了 对 春天已经来了嘛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